美國家中這幾天 是到第二次的大棄河流牽涉 路上街的地區是發生 很大水跟十多人的逃脫流 造成是百十萬戶的騎車停電 至少有三人死亡 統計事件說 差不多三千八百萬人 在境界環圍內 美國國家去上街有車 當地齊了五 這一天有可能有創紀錄的所致出現 創紀錄錄他們去逃脫流 頭髮水跟大船頭當多重小路來 洛杉磯雅西山社区道路 出車輛尚順 衰百萬人出地櫃陷大河 跟恐慌襲擊 包括洛杉磯地區在來的 南加州頂面有大量水氣 美國國家去上街 洛杉磯雅西部份地區 設立中會流半年分的效力 洛杉磯雅西部份地區 保留水的鴿子 跳離洛杉磯河 經過消防臺灣提前 廣告水位成功手球 鴿子也安全的 受到好看 不過官員也很希望同步去中 有人讓自己的路手臂死 把鴿子無法吃骨 免得住大手臂海 又這樣輕便 然後我們就聽了一個大腿 然後瓣子掉下了 鴿子等剛才自上禮拜五以來 第二次代替河流侵蝕 鴿子中女生 占對鴿子幾個月前 發布緊急狀態 洛杉磯在地区撤過鴿子 以每點鐘超過一貨米的速度 繼續入大火 雷舟豁龍更加增加大水投球流的風險 統計的警告 再還還沒過去 民眾消耗比變過程 公視新聞 委員邊益